我老婆她现在比较严重 比我严重多了 昨天就把她的片子留下来了 说是要经过诊弹才能够收治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家里 必须还得要我这个非常生病的病人来照顾 在这边照顾老婆看病 我还要牵挂家里 还牵挂妈妈那边 70多岁 我病人还一感染了就不得了 可以有两个人的选择方式 第一种是可以自行去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预解分诊台 然后根据她的发热情况 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排查 看她是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进一步检查以后如果怀疑仪式的 我们可能就要建议她转到武汉市定点的发热机构 就诊 如果是她很普通的细菌感染的话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直接治疗 今天老雷自己去定检医院的去检查的话 也是符合流程的 符合流程 因为云南社区离这个医院很近 她自己又可以自己走动 所以她就自己去检查了 突然传来这个消息 就是这个老雷他被确诊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 还是有一点就是说 怎么我们社区有个居民确诊呢 还是有点恐慌的 但是立马就是说还是镇定下来了 因为毕竟现在就是这个形势 还有确诊了的话 我个人来说 首先我做局务会的主任 第一就不要恐慌 这样我才能够去引导居民 不能恐慌 所以立马我就说 还是比较镇定下来了 立马就跟老雷 给他一个电话 然后给他视频 咨询了一下他的情况 他是一家四口 他一个 然后他外人 那就是他家里面有个76岁的母亲 还有一个女儿 老雷原来属于一个发热患者 现在已经是确诊 这两套的对他的处理的程序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之前发热的话 我们就是由老雷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措施就是 他这边上报 包括他自己主动 也会报给我们居委会 现在已经确诊了 确诊了以后 现在就他自己办理了住院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要对他亲密接住的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 已经联系了我们街道的 卫生服务医院的医生 就是要会家里面进行一个潇洒 这就是他们街道大厦的 医委会的老党员带头 就是对整个电梯的公共部分 还有他们整个楼道都是自行地在进行潇洒 我们街道的也会就是安排专业的医生 进行他的室内进行潇洒 这个楼本身还有一定的复杂程度 它既有办公楼 有办公的人员 也有居民 好在呢 万幸的是呢 过节期间 这个上班的人还没有回来 同时由于这个疫情呢 假期也延长了 所以现在成分呢 还显得比较简单 首先杀的就是电梯 对 对 对 谢谢 好 陈伯伯 你好 刚才能给您联系了没有呢 所以您跟我们专业的给您联系消洒 您不要恐慌 然后您会问问我们专业的人员 他们都在剧院您放心 好 来 来 从这边开始找了 对 对 这能不能关太小 对对 拿这个给的 这两个都要开 如果这个没有不行的话 那就试试这个 总有一个能调出来 对 我们打电话啊 您坐着 您坐着 那边拍一下 在电视朝天去烧一下 也没问题电视不怕烧 好不好 您保重啊 有什么这个车我们联系啊 嗯 09 10 10 10 12 10 7 10